这一秀综艺节目中餐厅过到现在也慢慢接近尾声 在三男两女的组合当中 张亮与赵薇无疑是最受众人关注的两个 因为一个是店长一个是大厨 简直是分分钟都离不开 尤其是张亮发挥了超长的处义水平 每期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 制作组飞翼 没有安排大家工作 而是让几位一起出去游玩 听到不用工作 餐厅的几个人都非常开心 不过在出去游玩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点小差距 就是咱们的小明教主好像生气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本来出去玩很开心 结果张亮给大家买冰激凌的时候 没有给小明教主买 于是黄小明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好多网友也纷纷表示 小明不开心了 按理说 为了一根冰激凌实在没必要 而且黄小明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小气 但是在节目中 黄小明确实是全成黑脸 连赵薇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和他说话 都没有缓解气氛 不过周冬宇还是那么没心没肺的 张亮花钱请他们吃好吃的 周冬宇开心的说 跟张亮关系越来越好了 一个冰激凌就将周冬宇守满了 看来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吃货啊 虽然事情有点尴尬 但是相信中餐厅的警卫 依旧感情深厚 想必在日后相处的过程中 会越来越好的 下刀要快 这个 对 下刀快 真是 对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